俄羅斯方面的出場陣容包括有3號的球員 比列高娃5號的蘇高諾娃6號 哥丁娜8號愛他莫露娃9號迪真高 10號的華斯利加雅 另外日本方面包括有5號的江藤直尾 8號球員 紅前之家子10號的阪橋位11號滿銘月判 12號大縣玉九尾 17號方面又是寧木陽尾 在這個平均的高度方面來說 當然就是俄羅斯佔盡優勢了 我們馬上看看這一場比賽的過程 就是屬於99年度的女子世界杯排球賽方面的分組賽事 這場賽事由於是由日本轉敗國上陣 所以在現場方面可以說真的坐滿了幾乎九成九五 在這場賽事方面能夠有出色的表現 剛才見到這邊8號的球員 愛他莫露娃 今年24歲 大部分俄羅斯的球員都是來自同一間球會的 可以說合作方面是非常從熟的一支隊伍來的 你看歐洲賽事的冠軍 再來一次4號位 見到這扣球是屬於8號的球員 洪田之家子來的 但是看到他們的扣球力量方面 就不是說那麼強勁而已 後排的進攻輕輕地扣過去 這球幫我出手出界 洪田之家子 打得很有技巧 因為他也知道了 下下強攻的話 不一定可以攻破對方的防線 暫時比數1比1是直接發球拿分的 看到在哥丁娜方面的重跑 令他們並不能夠撕破對方的後防的防守 大元族九尾 12號球員 今年23歲而已 對於日本隊方面來說 平均的身高方面 就是1.77米左右 相對於俄羅斯方面 1.87米可以說是矮了一段 最後一個洛娃 相關在第一局的初段 是拉城軍勢暫時來說 哇!很快是2號位 現在一個就是快攻來的 17號球員是寧木楊美 今年21歲 身高方面1.84米 在日本方面陣中最高的一位球員 就是屬1米86方面的5號球員 江藤職尾 哇!氣勢很強盛 我們見到日本的教練 就是國和新緣 也都在場面不停大聲提示自己的球員 日本隊方面的陣中球員 他們的風格就是永不厭敗 戰鬥力非常之強的一支隊伍來的 在前排方面我們見到有這個比利高娃 另外有這個是蘇高諾娃 還有哥丁娜 一個很強的一個前排進攻 但是很可惜 這一邊我們見到就是發球失誤了 出了名的教練 卡普教練 現在他還在看對方的開實 究竟在哪裏 到位呀 四號位 這球球真的強而有力 我看看莫魯娃 勝到米91 以他的強攻方面 對方除非在籃網方面做得很好 也挺難的 這球球剛剛出界 我們見到這次就是屬於蘇高諾娃 在繼之前的哥丁娜之後 蘇高諾娃做一次就是發球失誤 連送兩分給對方 直接發球拿分 扣壞對方的一拳 所以對日本隊來說 一定是以猶祭江 看見就是屬於大遠循九尾 雖然我們見到就是 華斯利加壓呢 空到中盡 都是不能夠 將那個球 就是升上來的 好了成功了 去到這一邊 沒錯 勉強救到 還有好東西 是 自由人 自由人 就是已經上了場了 日本隊方面的自由人 打得精彩 紅田之家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 記得見到俄羅斯的教練 卡普馬上叫回暫停 最值世界杯排球賽事 現在還是屬於第一局的比賽 日本對著俄羅斯的賽事 在第一局的賽事方面的初段 我看到日本隊方面的氣勢 是相當之強盛的 暫時領先是8比4 不過很可惜 這是發球的直接失誤 屬於大遠循九尾 在這場賽事方面的 入場觀眾 有一層是7300多人 那麼 上一場方面的日本 就是 對著阿根廷那場的賽事 方面 是稍有不如 那場賽事有八千多人入場 在上一場賽事方面的日本 就是以 3比1的角隊 擊敗了對手 就是阿根廷 至於俄羅斯 也是很興奮3比0 擊敗了一 是美國隊 由於 連續幾次自己的失誤 我們看到 這邊的日本的分數 他已經被最方向追上來 比利高娃 今年20歲很年輕 1.90米身高 沒有人抓到球 有沒有 應該沒有了 雖然就是 洪田之家子 在他擅長方面的 四號位 強攻 但是也沒有抓到手 而是出界外面 急速很厲害 邊走邊打 夠了 還夠了 後排的進攻 仍然是很強盛的 原因就是屬於 高娃 六號的 哥迪娜 1.94米 她在進攻方面的 跳高魔高點 可以去到 3.17米 是屬於 全隊方面第二高的 跳高魔高點 來的 反出前 俄羅斯方面 領先9.8米 但 昨次見到高天娜 他在後排方面 跟前排的進攻 差不多這樣 上下勁 1.2.3 不能夠把球 救了回來 他們3號的自由人 屬於 津雲博子 亦都出來了陣中 先點個短暫 暫停 教練 國和新元 在這場賽事 我們很明顯見到 日本方面 在初段 趁著俄羅斯 還沒摸清他們的 戰術運用 就比較上 是捏少少 但是石筍 日本方面 大部分的進攻的 雜人都落了 在8號的球員 洪田之家子 和12號球員 但遠於九尾方面 兩個球員的身上 只要加強 對付這兩個球員的難忘的話 最不然他們 在這個 防守方面的 失分機會 就減低很多了俄羅斯 所以 令到俄羅斯 分數方面 可以逐漸 上回來 一個短暫停 然後 再次 進行比賽 比列高阿法球 我看到了 哥占拿很厲害 好厲害 打到近身的時間 12號球員 但遠於九尾 都不能夠把球 成功升上去前面 已經是11比8了 手正球 哎呀 這球球 以為就是 在這個星球手方面 出現了什麼問題 原來不是 華斯利雞亞這球球 真的很漂亮 哇 在抵抵了對方球員 完全兇勢 而且邊走邊打 打回斜線 位 打得很精彩 迪真高 迪真高雖然說 只有24歲 但已經屬於陣中的老將 已經快要上來 了 這球球 一打 打出來 邊界線外面 江藤直尾 一會兒給對方 俄羅斯 直接把分數拋離 在網頂方面 一個快壓 壓贏對方 壓贏對方 因為在高度上 很明顯 就是這個 雄田之家 就是沒有 對方那麼高 但是呢 看來好像 就說 球證方面 判了 對方是否有 捉網情況先 沒錯了 捉了網 海泰馬路華 在壓下去的下 就是捉了網 海泰馬路華 他的手腕方面的 轉動 可以說是非常靈活的 然後在最高點的時間 手腕轉動一下 對方是 對方的 對方是 對方 所以在比較之下 根本實際上 俄羅斯在進攻方面的 路線 是變化很多的 之後呢 就是 二巧扯人 就好像 這位 就是熊田之家子一樣 打個邊 沒錯了 另外呢 就是華斯里加亞方面的 手邊 就是打個足球 足手出界 今天呢 就是熊田之家 熊田之家 熊田之家子經 是拿了三分的 到暫時為止 明不明呢 就是知道她是打的了 已經是 知道這邊是亞泰馬路華 是這樣的打法的了 還有呢 就是哥丁娜也是這樣打法的了 但是呢 很可惜了 兩個人的難忘都不能夠成功 就是阻止對方的進攻 15比10 做回展戶 這個戰術方面呢 做得非常之好啊 看一下啦 全部的俄羅斯球員呢 以為呢 就是 二號位的進攻 其實不是的 原來就是 中路方面 這一邊呢 就是滿明月潑 今年二十三歲 身高的一米八零 哇 這位挺厲害啊 在後面殺上來了 你看看 魯瓦 以 他們以俄羅斯方面 攻力呢 他們絕對有這樣的力量呢 就是以強攻方面呢 去到 壓制著日本方面 取得一個分數的 今年來說呢 有十二支隊伍呢 參加呢 就是 世界杯的賽事 除了這兩隊之外呢 俄羅斯和日本之外呢 就有 古巴巴西 南韓 中國 意大利 克羅地亞 美國 秘魯阿根廷 和特尼西亞 當然呢 就是世界杯方面 就是包含了 目前呢 是 各大洲方面 最強的隊伍的 比賽 那波比賽 太遠了 所以自由洋方面的 中文人波 也不能夠 追多那波 救命回來 現在慢慢的戰局演 變成成 日本隊方面呢 其實就是處於 挨打的劣勢的 希望在防守方面做好一點就減少失誤 只不過全球對方都攔截了 一定要靠靈活的善變打法來做 他也是克制著俄羅斯的球員 12號就是大阪一九尾 一傳二傳到位 漂亮啦 當然沒得打了 沒錯啦 一傳二傳都這麼漂亮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蘇古洛娃絕對不會出拖 見到很漂亮 華斯利加亞拓的球 欺負到好處 真是可以說被對方完全按住來攻 所以日本的教練和新員見到西式北隊 馬上點回站平 因為完全沒有還擊之力 現在對於日本來說 在今年賽事方面 日本就是以主辦國的身份 參加了世界杯的比賽 最新的俄羅斯就是屬於歐洲賽事的冠軍隊 馬澳洲的亞軍 克羅地亞也有份參加比賽 除此之外 非洲的冠軍就是水達尼西亞 美洲冠軍就是巴西 亞軍就是阿根廷 主要在中北美洲方面 就是冠軍的古巴 和美國隊 而亞洲的冠軍就是中國 亞軍就是南韓 以外卡身份參加比賽 包括有意大利和秘魯隊 十九起十二 直接發球拿分 這球球的急墜真的很重要 力增高發球 哥丁娜的發球 看到這球球 一個對方網的時間 已經是急墜下去 這一個就是球場上面 這球球雖然救到 回升的時間 亦都是過了對方的場區上面 夠無可救 一定你要在自己的防守方面 做好一點的話 才有機會爭取對方的出錯 而是為自己拿分數 好厲害 好厲害 尊文博子 剛剛好就是拍到 那球回來 這球球 你看到就是 蘇高樂華來的 很可惜 那球就出去了 橫邊界岸 所以就說 日本方面 必須要把對方 這種機會 出錯呢 就是拿分數回來的 收證過去先 沒辦法了 這個球自己 不可以再次轉攻 這是一個前掩後攻 好清脆 前面導演會 就是比利高娃 後面的轉攻 就是 真是真 就是屬於蘇高樂華 看到球證 吹罰了 大影響九尾方面 就是有觸網 爸爸送了一分 給對方的球員 那已經是到了 就是第一局 方面的尾聲階段 了 哪一隊先的二十五分 就是能夠先贏一局 哇 好小海呢 見到他就扭了 那麼清脆的進攻 趕噴直尾 是一塊攻守來的 其實就是 撞一撞 他們的星球手 就是大冠美內子方面 能夠有一個後托 非常出色 將對方的球員 全部騙光 是 死時難打 這邊的本隊 永不言敗 永不放棄 還夠了 兩個人的風網 這球球顯示得 不夠就是機智了 八號方面的 雄前之家子 兩個人風網 勉強打 希望湯土 但是實際上 就很難阻擋這個效果出來的 多分就搞定 二十四比十四 最難得 現場的觀眾方面 永遠都不會說 對於自己的球隊方面 那麼失望 全力打氣 一分一分 就慢慢 希望追近一點 當然要你說 後來追上 就是贏一番球 挺難的 不錯 剛剛好這一刻 搞定 敵真高 二號位的強攻 令俄羅斯先贏 第一局 二十五比十五 回來這一場 九九年度的女子世界盃 排球賽事的比賽現場 不是第一局的賽事 主辦局的日本 就是二十五比二十五 就是敗於俄羅斯的手下 暫時落後 是局數方面 一比雷 接著六三這邊 就是屬於俄羅斯 看見 就是一位新的球員 入場 就是十四號方面的 劉井尤香 英井尤香 第二局方面 來說 俄羅斯就是領先了十七比十五 也看到十七號球員 就是寧木陽美在陣中 哇 這球球呢 很急勁啊 急勁好緊要 依然是救到 打手邊 那在剛才第一局方面來說 就是日本呢 在初段的時間 凹得很緊的 但是在 後段的時間 也就是 給對方做一步 加強功力的情況之下 就是要 給對方拋來了比數 今天看到呢 就是屬於 熊田之家子方面的 取分 百分比就有 38個percent 連續兩次 在四號位方面 實質實質實質 虛支方面的進攻 都能夠搞定 日本 分數方面可以追上來 四號位 四號位 假的 就見了 哥典娜呢 就是 打假的虛假的進攻 輕輕拖過去的情況之下 現在趕完呢 就是撥到分數了 那個球已經是 足地在先了 雖然是撥到撥到 但是 連續兩次的風網方面 真的一般 比黎木耀美 能夠呢 就是為日本方面呢 再次追成平手 18比18 雙峰呢 在第二局方面的分數 可以拿得很緊 但是 一次這樣的發球失誤 真是一些打擊來的 熊田芝加斯 今天25歲 是屬於這個時候 年紀較大的一位球員來的 喂 真是叉燒了 蘇古諾娃真是多者武具 這一波來說呢 可以說真的適合他打了 蘇古諾娃本身來說 在這個進攻的摩高點 去到3.1米 擋手方面 都去到3.04米那麼高 俄羅斯的球員 平均的身高1.87米 平均年齡就是22歲 無論在這個平均年齡 或者是在這個平均身高 都是呢 在各樣的平均點方面 都是會給對方 為之呢 就是優勝的 他們在全對方面的 平均的進攻的摩高點 去到3.06米 而日本呢 即是屬於2.99 即是差不多是3米 那麼上下 甚至乎呢 就是俄羅斯 在這個防守的摩高點 平均呢 都成是2.97米 分數方面呢 再次給俄羅斯呢 就是拿回佔先的優勢 一傳破壞的了 都說了日本方面呢 就如果是以強攻 就不是那麼大的機會 反而呢 就是慢慢呢 就是 就是去到將些球 就是救回來呢 就是 做一些呢 就是虛攻啊 或者是輕拓啊 就希望呢 駁到一些機會 10號呢 就是板橋衛 這個球很飄忽啦 飄到外面 直針高 那最難的就是 我看到呢 就是整大的日本球員 真的可以說呢 非常之呢 就是 就是 是 士氣高昂的 英正由鄉 被換出 由這個呢 就是江藤靜美入場 一傳二傳到位 很難打啦 沒錯啦 很清脆利落啊 裡面呢 就是快攻守 比利高娃 還有呢 就是重砲手 這個蘇高羅娃 其實呢 他們有這個呢 幾個球員在陣中 來講到去話呢 呢 進攻方面是非常之有把握的 哎呀 很漂亮啊 球球打得非常之精彩啊 大遠的九尾 後一條線 打回那些大斜線 很難打的 見到啊 身就是往後的 然後手腕另一領 打回那斜線 打得很精彩 這一球球 好啊 日本的教練呢 在這個時間呢 就是通過呢 平民換人呢 去到呢 就是加強啊 在這個 這個 轉述方面的靈活的轉變啊 包括就是 大冠美內姿都在場裡面 剛剛發球這個就是了 這球球剛剛好啊 在這條八戒線目上面 俄羅斯球員呢 一場翻一場 一場哭 卡布教練馬上 打回暫停 卡布教練呢 都是可能認為自己形勢方面 都不是說很差而已 所以呢 都並沒有呢 就是大聲喊啊 可能他十幾年都是這樣了 所以表情呢 已經是形成一種 自然的習慣性 俄羅斯的自由人二號的球員 莫羅蘇瓦也進到場裡面 另外呢 就是直接發球拿分的 這邊呢 就是大冠美內姿 但是會不會就是 再一次發球拿分了 再一次發球拿分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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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發球 很厲害 但是都倒位一拳 二拳 一拳二拳 全部倒位的情況 就很難打了 俄羅斯的舊縣大部份都是集中進攻 那些是尊雲博士的自由人 還有拿分是海灘莫露娃 扣球式的進攻 開球 都是升到這邊 海灘莫露娃 打中這邊就是江藤直尾方面的手邊 就是落到牆居裡面 我可以看到就是本教練 看到策色不對了 因為已經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情況之下 馬上叫回暫停先 因為假如在這個局分方面 落後0比2的話 是相當難打的形勢來的 現場方面有成是7000多個球迷 為日本隊打氣 八球落在俄羅斯的身上 有辦法了,不要出了 泰國就是大意了 俄羅斯的球員以為他們會將球 升到二號或四號位 抱一提防中路方面才是真命天子 大遠動九尾 二十二比十四,看看能否追上來 危險了 沒錯,果然又是重炮手 你看,莫露娃搞定 贏了第二局是二十五比二十二 暫時來說俄羅斯領先局數二比零 形勢一片大好 第九個年度的女子世界盃排球賽事 除了第三局的比賽 俄羅斯暫時領先局數二比零 看看第三局方面的形勢會是怎樣 如果他們贏了的話 換言之直落贏三局 連續獲得第五場賽事的勝利 蘇古羅娃 在今天的進攻方面來說 很明顯看到比利高娃 蘇古羅娃 和莫露娃 都能夠發揮到一個不錯的水平 阿姆斯特特就是屬於蘇古羅娃 今後二十一歲 他們的進攻 強力進攻 令對方不容易 可以防守 一下子經是領先 在這裡就是小分二比零 轉花護照地走 果然能夠成功 騙了對方 現在日本對方 正在我剛才說過 以靈巧而取勝 對方的進攻 但是一定是要 從分顯示他們的 組織的密切 是很足夠 不停的走位 還有就是 升球手方面的 戰術轉變 才能夠可以 就是可以 對方的進攻 就是瓦解而略 自己的進攻 就是Polo的 我看到呢 蘇古羅娃 也是很厲害的 還有 迪貞高 還可以封到 還是迪貞高 沒有了吧 很可惜,連夠了4-5球,但最後分一要送給俄羅斯 看看這球,特別是俊雲博子,飛得盡整個人趴下去,把球救回來 俊雲博子,俊雲博子,很漂亮,非常漂亮,寧木楊美 看這球,由於細顧不到對方的反橋位,就是做一個後撮 所以值得一個6號的球員,哥天娜去做風望,當然不能阻止 寧木楊美,打了這麼漂亮的直戰進攻 很輕鬆,不一定要強攻去打的,因為外景日本的球員 都認為對方的強攻機會較多,所以很多時候都是 集中在後排方面的防守的部署,反而是會落 在前排方面,看見是比利高娃,當然是觸網 所以分數方面就是落在日本的手上 一拳破壞了,二拳都沒有了 日本有機會了 這球球有沒有觸到手?沒錯,觸到手 但遠了九尾 似乎卡寶教練就不太滿意裁判決 應該沒有觸到手 日本隊在之前的兩局都是施勝後衰 看見這次會不會是這樣的 蘇古羅娃的進攻是打中對方的肝藏食尾 去到橫邊界外 一拳沒有了,二拳 也不錯,有的,輕輕拖過去 一拳一拳 自然跟拖釘一樣 可能下一次脫了一點 岳塔莫羅娃 對於俄羅斯來說,即使球 去到後排一點點 依然有蘇古羅娃或者哥丁娜可以進攻 只得分的比率是去到60% 很厲害,岳塔莫羅娃 幾乎是一起手的時間 有一半機會就得分數了 幾乎一起手的時間 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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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 這個大型復古羅娃很乖巧 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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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又是他 河泰摩洛瓦已經連續得到3分 令俄羅斯一下子領先到8比5 這個時間就叫暫停 比賽是現場九個年度的世界杯女子排球賽事的現場 第三目的賽事 假如俄羅斯再人迷這個的話 就可以得到這場賽事的勝利 這次排球拿1分 中文博子 已經是好幾次接到對方的發球 雖然是三個人風網 但是呢 對於雄前之家子來說 一點都沒有說是怕過的 你看看,三個人麻利花,風網 就打最邊那個就是 也是最矮的一個華斯尼加雅 那就已經是拿到14分了 出街 江藤直尾方面的發球 不是他自己拿手好氣來的 這下呢 就 似乎呢 在這個打的時間 就老根不夠清醒了 雄前之家子 對方也是三個人的風網來的 他不是打最邊的 10號那個呢 就是華斯尼加雅 而是打中間的球員 當然就是很容易 把某個球封回到場區裡面 做個快攻 這球球呢 可以說是無心踩扭扭成音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就回到快攻 打中呢 就是5號的蘇古諾娃 就是去了 邊界外 邊界外 哪裏 還有倒落四分了 八球拿分 板橋衛 這部就是聖球手裏的 看板橋衛的八球 這個球呢 很貼住的呢 就是白邊呢 就是過去對方常 就一個的時間就急墜 今天是26岁,身高1.66米 這球球似乎是比較大一點 很久沒見到在二號位進攻方面的滴增高 這球球就比較大一點 以他的級數來說 很少可以打到一個比較離譜的球 亦都是自己人打到網 一兩個人的1.75對整隊球方面的程序 至於影響一點 這點是很少可以在以往 見到出現在俄羅斯的身上 不數個洛華竟然是打到網的中間 所以難怪卡普教練這麼勞氣 所以卡普教練說 這個時間一定要把自己的球員罵醒 我相信卡普教練 斷故地說 應該集中精神 不應該塞一些這麼無謂 這麼大意的球 主要就是從正話 蘇菇洛華就是風網的時候 風塞了球開始 突然之間連塞了三四分球 都是屬於自己無謂的失誤 但是這點對於日本方面的士氣有很大的幫助 救救島 哎 失誤啊 這球球大意了 自己還有之間的誤會 走這方面的誤會 走這方面的誤會 不是12號的球員 大院的九尾就是走出來的 啊 這球球呢 風了旺的時間 這個球呢 就旋轉了 沿著網邊 進去呢 進去呢 就是俄羅斯的場區裡面 人選不如天算 13號球員 多多目 美樹也都在這個時間出來 再換了一個 14號的櫻井油香 也就是 建立了呢 就是紅塵之家子 原因呢就是 這個啊 紅塵之家子呢 又要下去這個後排方面 所以換進了這個 14號方面的櫻井油香 哇 搞得很漂亮啊 中間我都救不了了 已經是要爭一爭呢 就是 中文博士 搞得很漂亮的了 但是極真高呢 當然呢 不會浪費一些 這樣的叉燒機會 這一陣子 你就是俄羅斯的球員呢 就能夠做回好自己的進攻 減少了一些無謂的失誤 所以能夠連續 拿回兩分回來 作為教練來說 還是要好知道 怎樣去到呢 就是 在什麼的時間呢 就是叫暫停 去到 整整自己球員的思想 還有就是 心理方面的情緒 去地方呢 追回兩分之後 馬上叫個暫停先 在日本方面呢 雖然說 實力呢 就是比起 好像俄羅斯 就是古巴方面 一段的距離 但是他希望在主場方面 能夠有主場之力 打高兩皮球 是為自己 在這次的世界風賽事方面 是拿回較好的名字 不要錯了 升回到這邊 四號位 都是呢 過班人四號位 比較穩人之的 哥丁娜 無論是蘇哥諾娃 或者是哥丁娜 或者是 莫諾娃 都是在這個四號位 方面呢 就是比較的 擺分是好些的 他們可以選擇先 或者是打回後巡 或者是打斜先 在這個選擇性方面 比較上多些的 15比11 也就是兩個人的難忘成功 俄羅斯 能夠呢 在這個陣子裡面 就是再次趴離比數 領先16比11 日本的球員 由此而終 無論是領先 或者落後的時間 因為是輸了一局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情緒 是非常之高漲的 球員方面呢 就是將自己 保持在一個 比較興奮的狀態裡面 進行比賽 雖然說 在第三局裡面 暫時落後 緊五分球 但是呢 球員方面呢 希望呢 慢慢一分一分 追回上來 嘩 漂亮啊 這球球 也就是要坦坦 俄羅斯球員 俄約木雞 竟然呢 就是沒有人 可以follow到上來 就是在這個 甚至乎 我們見到 就是三號方面的 比列高娃 也就是沒有做好 這個 起跳方面的難忘動作 是稍微遲了一點點 嘩 這球 這麼輕鬆開過去 但是 自由人方面的 馬路蘇瓦 呢 既然呢 就是這麼輕易 就把我的球 接失了 給他大一點點 那個球其實是平飛過去的 有一點點誤會了 兩位球員 俄羅斯球員 一定誤會 再來一個 寧木雅尾 三個人 封網啊 哇 想過得到也挺難的 最後就是 滿永月搬 最後搬來封回對方 封回 你們看 偷了路數 三個人 連得到 三個人 連得到三個人 好勞氣啊 因為連續幾球球 來說呢 他們的進攻 都被日本 全都封網成功 也要眨眨 日本的球員方面 在觸摸對方的 絕術的變化 運用呢 是有很透徹性的了解 這點當然 已經不可以 誤殺他們教練了 夠和 雖然呢 對於戰局方面的 通透性了 而最出色的 但是屬於十一號的球員 滿永月搬 連續兩次 是難忘成功的 這個球員呢 雖然是一 身高方面 1米8 在這個防守方面的 跳高摩高 誰知道是屬於2.95米 但是呢 最重要是時間性準的時間 可以是彌補一切 又救到 哇 救得很漂亮啊 這球球 On the line 沒錯 在白界線上面 哎呦 大意了 俄羅斯球員以為出界 應請遊鄉 看這球球球 很厲害啊 雖然呢 我們見到就是 蘇古諾娃呢 打得很厲害 但是這球球過來的時間 不單是 在白界線 不單是在場區裏面 哇 這些球球呢 可能呢 就是打起了日本方面的士氣了 16比16 又搞定 接發球 失誤 另一個呢 是寧木楊美 第一時間 吃叉燒 反超前 17比16 連得六分球 又救到 哇 打得很厲害 這時間又有啊 輕輕用手邊一撇撇過去 有點 難怪現場那些日本的球迷呢 陷於呢就是瘋狂的狀態了 如痴如醉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球員本身是保持冷靜的頭腦 啊 千奇呢 不要說給 連著拿幾分呢 而充分自己的頭腦 連拿了是七分球 這球球是不是出界 出界啊 沒錯啊 素高落瓦打的斜線 突然打塞了 教練那些還沒用呢 那些就是time out 一傳破壞 以前都沒有過去了 我幫你設定過去而已 機會回到這邊 日本隊 啊 又有啊 真的啊 零木陽尾 那個球其實過去 不是說很刁鑽 很急勁而已 但是呢 也就令到俄羅斯球員呢 是膽戰心經 走陣陣的球呢 就接不回來的 十三號球員來的 佐藏木美樹 一下子呢 本來呢 就是將整個局面扭轉了 完全不敢打 啊 俄羅斯球員呢 這次呢就是 就是 零手零腳 又來了 又打出街 哇 送分啊 蘇高羅娃 不斷送 不斷送 零木陽尾呢 就自己發球失不 斷了 不看了啦 俄羅斯呢 可不可以呢 就是把握著機會了 還夠了又夠了又夠了 這次呢 還夠了 好了 給對方拿回兩分之後呢 教練呢 郭和新緣呢 就是很醒目了 馬上呢 就是叫個暫停呢 就一直對方道氣先 目前呢 日本呢 是領先 一比十八 看見呢 看見呢 他的眼睛呢 真是卷卷有神 每個人呢 就是要 心裡面呢 就是想著 勝利這兩個字 打得很興奮 而教練的職責呢 就是在這時候呢 就是要 調整他們的戰術 以及呢 就是令到球員 保持在冷靜的狀態裡面 但是究竟呢 日本呢 可不可以呢 就是 在這局裡面呢 拿回一局呢 就是保持著 真勝的機會 如果輸的話呢 就變成年輸三局的 好了 亦都拿到 左左美目視的雖片 對方兩個人的難忘 都能夠呢 就是輕輕的一撇 對方的手邊呢 就是縮手出界 大貝美來子 入場呢 是看這個呢 就是滿永月半 他的發球方面呢 是有相大的威脅力的 好 我看過路啊 強攻又夠到 再一次 這一陣子呢 日本方面的 難忘了 真是出神了 看看啦 兩個人難忘 按得很漂亮 一定要爭爭 這個呢 就是板橋位 板橋位 雖然呢 就是人仔細細 但是呢 時間性欺負到好處 拿了兩分 就可以呢 為日本呢 就追回局 又夠了 真是叫前複後繼 這一陣子 日本的防守球員 前衍後攻 哇 又夠了 這次 俄羅斯這幾分呢 就稍微 要掀出來 他們的陣腳呢 就是安定一點點 反橋位 升上來 哎呀 好可惜啊 擺不到機會啊 坐坐木尾樹 但是他說呢 就是對方 抓到手啊 是不是呢 沒有啦 哇 看到那些教練啊 對方是抓到手 才會出界的 他說 哎 千萬不要勞氣啊 一定要冷靜 球員呢 那時候呢 控制了組織 但是教練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並且呢 要尊重呢 就是裁判方面的判決 重呢 Kordina 被對方的自由人救了 再來一次 卡丘密圳 有啦 開始了 可以朽也打回正常 一點了 一路咬著 不让对方去到24分的关键分数里面 每个人的眼镜都是很合纵的 救救到 双方这个时间真是打到 可以说完全打到比赛里面了 三个人难忘了 够不够到啊没有了 已经是碰地了 已经 现在全这些集中 在这里做过美术的声证面 都是进攻 进攻的 起来很漂亮 明明知道这个 座座幕美术 在这个进攻方面来说 不是说强功 是他的本色 但依然 给他就是 经常是撇到那个球 撇得很漂亮 用手边撇的球 关键时间再次换入 他们的进攻主力球员之一 梦前之家子 大远族九尾亦进入身场里面 换言之现在在 潜迷方面日本的功力 是相当之强的 以他们的实力来说 拿多分 日本就可以追回局 虽然够到 但是呢 亦都是在回过去的时间 反而已经回到 海滩罗磨瓦 只是差一分之一 日本队 现在阵队领先的两分 三个人难忘 中多了 轻轻拖过去 这阵队打不了位 已经敲到路了 可以呢 就是 盖到的球了 但是很可惜 都是落在自己的场距里面 在关键时间里面 俄罗斯的进攻 都是落在你 沃沙摩罗瓦的身上 有没有机会 捉手出界 果然能够成功了 红前之家子 几经辛苦之下 日本能够以两分 险胜第三局 我追了几经之下 一一 我再次回到九九年度的 女子世界杯牌球赛事 我再次回到九九年度的 日本方面在刚刚之前的第三局里面 可以說在眾志成城的情況下 能夠追上一局險勝對方兩分 看看究竟這邊的俄羅斯 在第四局那邊又會是怎樣 當然正在第三局來說 一定要稱讚日本的表現是好 但同一時間也是 俄羅斯本身球員方面的表現 在中段的時間突然間失準 很多時候就是無謂的失誤出現 每秒半 俄羅斯球員以為對方 就會下去2號或4號位的進攻 而忽略中路方面的防守 三十五號位是 突然間失誤出現 三十五號位 三十五號位 三十六號位 三十五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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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板橋位,原來打中對方的球員的頭部 海泰莫羅瓦 俄羅斯他們最強的一點就是 對於球員的身高平均都是1.95米 所以他們在後排的時間的進攻 都能夠是非常強有力的 不相比之下,日本隊一定是要用零巧取勝 又是後排,現在挺厲害 又是海泰莫羅瓦 海泰莫羅瓦離開4號位之後 去到後排,依然是這麼強的 今天也是海泰莫羅瓦的表現比較穩定 所以很多時候的球員都不給這個 直真高或者是哥典娜 反正寧願給後排方面的海泰莫羅瓦 城二傳位置很漂亮 這球球 一定要森森地在十號方面的板橋位 這位星球手,這位他表現是相當之好 所以能夠制裁了機會給自己的隊員 令牧羊的右郎重新來 嘩厲害 波際拿 重新來的波 按正常發揮來說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俄羅斯贏品應該比高一點 剛才說第三位 對比用泰國薩清 才是被對方有這麼好的表現拿出來的 打直線了 這球球全世界都以為他會打斜線的 但是 偶然一兩次不需要每次強攻 看莫羅娃打直線就搞定 很漂亮 最後的掩護之下能夠成功拿這裡 以為是升去給5號的球員 剛成直比原來是大遠足的九尾才是真的 所以只剩下一個哥丁娜 就是瘋狂當然不能夠成功 現在又是按著來砌了 主要就是俄羅斯的升球手 華斯利加雅 升球又回到尺寸的話 就能夠把戰局控制回頭 好可惜 阿泰姆努娃把球推出出場的外面 形勢方面已經是對俄羅斯有利 下一個暫停 再次回來比賽的現場 日本對俄羅斯的這場比賽 第二式的賽事 俄羅斯是抵擇領先 不太究竟 日本方面能不能從後殺上來了 因此球質心還會做出發 這球球下這個球下他 Whe engineered 他也已經回征 大午8尾 就是很佳 роз奏 Кā 比賽 很少我會出現 出現在這個 錯誤出現在華舒利加壓的身上 升到球上 在對方的場區裡面 騙了對方 所有的球員 去了很後的位置 做好防守 誰知被這個 是8號方面的 愛塔莫羅威也騙了 全二傳到位置 還有 還有 我經常看到 日本方面的進攻 很多時候是打足手的 因為他明白到自己的強攻方面 不是那麼容易 拿到分數 有辦法了 沒錯 差不多今天俄羅斯 有成是一半的攻守 都落在 河塔莫羅威的身上 又壓贏 對 戰術方面 開始被俄羅斯看得通透 一點 所以日本的教練 高和生員 馬上叫他 暫停 就是調整自己的戰術 因為 俄羅斯已經看了 日本方面 不是那麼多 在二號和四號方面的進攻 而在加強中路方面的 戰術運用 就是在中路方面 加強他們的難忘 令到日本這幾次的進攻方面 都是拿不到分數回來的 比利高華發球 一傳破壞 勉強過回來 製造機會比這一邊 有機會 救到 河塔莫羅威 還差自己的瘋狂 成功 可言能夠和真高 兩個人的難忘 兩個都是 非常之高的身形 一個1米91 一個1米90 夢羅斯陣中最高 就是屬於金木威 是2米1的身高 好 漂亮呀 漂亮呀 這個屁股很漂亮呀 紅錢之家子 最重要就是日本方面 他們在賽前做好了 就是心理 就是捱打的心理 落後劣勢的心理 他們去應付比賽 所以我們看到球員方面來講 雖然話 在大部分的時間 落後 但是他們並沒有影響到 本身的作戰的情緒 雞救不到 又再一次見到 紅錢之家子 雖然話 俄路斯明知道 在日本方面 在這個時間 由紅錢之家子方面 就是作為轉攻的主力 但是很可惜 都不能夠防範到他 去到後排的時間 就換入到 十四號方面的 英仔油香 去看看他 強打進攻 打進攻 在中路等着你迈来 看这球球 水谷罗华 他是摆住名呢 就是朝着这个呢 就是令狐阳美方面的手打过去 但令狐阳美也不会说退缩 很震静地把球返回对方的场景里面 精彩了 这个是直征高方面的拿手好戏来的了 就去二号位打回车先 这个时候呢 在球员方面的比赛里面来说 打打就忘记了自己的战术运用的 我们可以发现到 大部分就是日本对方的进攻 很多时候会继续网 打到对方的手 或者轻轻托过去 单单的机会才来得到分数 好可惜了 这下自己打下网 令狐阳美 八球七五 三个领先五分球 俄罗斯 这个球不在场居里面 是在场居外面来的 那么偶尔中呢 如果呢 就是俄罗斯的球员呢 走落了这个呢 是满永月半的话呢 就被他吐到鸡 好了 换出了呢 就是以法球智青方面的 大冠美来子 所以呢 在林强方面的调兵显长呢 就是教练非常之重要的 她已经破坏了 二一一一出 在国外方面呢 不是这么强的 一个进攻的球员来的 在海底下呢 尾处人诚哥 然后 jan一个 两个人一来 不安排而已 再升到這邊四號位 這球球又是說對方撞到一個首尖 雖然教練方面很不滿意 但是球整員將一分裁判給俄羅斯 現在暫停,休息一下 說對之前,日本教練馬上暫停 希望能夠為日本隊方面扭轉的劣勢 暫時日本方面落後12比16 而在局數方面,俄羅斯領先下2比1 還有啊,還有啊 後排進攻一樣強勁 這點屬於俄羅斯的特色 減速掌握手 不是有ás 今天來說的是俄羅斯領先後排 這邊呢 就是六號的哥天拿 還有啊,就是特色的 細色冰隊撞壓了站名 不聽見就是這一邊 日本的教練郭和新軟 不聽見他的教導方法 希望球員方面 在進攻的腦筋方面清晰 日本一定要追上來 不追的話就會輸了整場比賽 進攻方面打得很辛苦 比利高娃 比利高娃 其實來說也是可以說有少許斷固的情況 打過去 剛好打了對方的觸手 就是去了長居後面 三個人的難忘 都幾難搞得到 好緊張 栗若 他在比賽中 比賽中 他能倒是來說 天啊 好緊張 做個美術 俄羅斯形勢對俄羅斯來說一片大好 現在20比12,領先8分 主崖打的狀態日本方面 我可以做回自己的攻勢 又夠了,很厲害 連夠了三板球,三球球 哎呀,兩個人飛過去也差一點點 這球球真的叫做反手為攻 叫做手中帶攻 回過去的時間,我們剛剛好 再次換入紅前之家子 再次換入紅前之家子 令到日本前排方面的功勢 再做加強 全世界的目光都以為華斯利加雅 會升回來給這邊 就是阿塔莫羅瓦原來五號斯 就是真名天子蘇高羅瓦 其實在這個星球方面來講 俄羅斯的轉變的戰術 就不是那麼大的 插手插手插手指 這次就是 台本就說正確了 插了對方的手指 因為幾個難忘球員 跳高上來成 超過三米方面的摩高點 其實很容易被對方的進攻方面 是打到他們 是打到他們 抓到手指的 寧木揚美 成功難忘 聯羅兩分球日本 有分之生氣了 到他們會打到他們 是打到他 力量中和四階的自己面 亦是破壞對方的 撞開球 看來嘉寶教練應該是時間矮矮的暫停 這次嘉寶教練很冷靜 對方打得好也不是一定要習慣自己的球員 反而應該是要冷靜點去調整自己的球員方面臨場的應變 這次的賽事方面來說 俄羅斯和古巴比士尾是一種代表的大宴門 對方打了一個關鍵的時間 看看日本方面呢能否把握機會從後殺上來 抱歉 在四个位方面,如果是计算这个百分比, 我看墨洛娃应该差不多是50%可以拿到分数, 在这个位置进攻。 又是来了,墨洛娃! 今次打中,就是灵木阳美的手, 就是去了环边界外。 到了尾声了,看来日本队也很危险。 是否打了手? 红杉之家子,就是最难的手, 就是打对方的刀手出界。 很漂亮了,这球球。 看见敌真高,边走边打, 他的拿手好气。 先打回大车, 已经去到的就是决勝斌了。 俄罗斯得多分的话, 就是能够拿到这场赛事的胜利。 也都不错, 在压力之下打得伤, 出色日本的球员。 特别是这位, 灵木阳美, 多兴奋, 走得全像。 可不可以创造奇迹, 从后就杀上来。 哎呀,结果都是最后, 他们发球的失误。 红杉之家子, 因为他的发球失误, 结果就是令到俄罗斯, 在第四局里面, 是以25比18取胜, 以总局数3比1击, 败了日本, 保持着俄罗斯, 在这一项赛事的长胜纪录。 这一场赛事是日本, 在今年的世界杯方面的 第二场败仗来的。 在今年做的赛事方面, 需要进行十一场比赛, 去到决定是哪一队能成为冠军。 好了, 今场赛事10号方面的 华斯尼加瓦, 俄罗斯方面的星球手, 是被选为今场赛事方面的最佳球员。 这一队就是见到, 红杉之家子, 可能还是对于自己在最后球球, 打失了就是, 八球开失了就是仅仅于坏。 统计的数字, 总共就是俄罗斯70次进攻。